我們今天主題是不可思議的 前世今生 有一句話說 人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那麼藏傳佛教相信佛佛是永恆的 可以不斷的轉世來到世間生活 所以才三歲的時候的達賴喇嘛 就被認證是佛佛轉世 那麼所以有些人是相信有前世今生的 那麼今天我們就要來這個討論 那有時候前世的行為是會影響到今生 那麼這個有一位美國的五歲小男童 一直跟媽媽說 她上輩子是被火燒的黑人女性 然後她是被上帝推到地面才變成嬰兒的 這個事情我們請志偉來跟大家說 而這是紐約時報的報導 在美國二愛二洲有一個五歲的男童 叫那個盧克 那他兩歲的時候就不斷的跟他媽媽講說 媽媽我跟你講我我前世是一個黑人女性 那因為我是死在一個大火當中 那我上了天堂之後 上帝看到我就把我推下來 我就變成你的小孩了 那當然他媽媽就覺得說 怎麼一個兩歲的小孩會一直在跟他講 這些事情 他媽媽就覺得很煩 覺得這個小孩怎麼一回事這樣 那後來就是說等到他 因為他是兩歲的時候跟他媽媽 常常在講這些事情 到了他五歲的時候 他講的事情越講越多 他就跟他媽說媽 媽媽你要相信我 我跟你講是真的 然後他就跟他媽媽說 其實芝加哥有一個火車站 然後從這個火車可以坐到一個飯店 就是他形容得很detail 他媽媽想說 奇怪了 不要說我的兒子 我自己住二愛荷州 我都沒有去過芝加哥 他怎麼可以這麼清楚的描述 然後而且他還跟他媽媽說 他前世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叫做這個帕梅拉 一個黑人女性三十歲 然後他就說他是被火燒死的 而且他還跟媽媽講說 媽媽像你戴這個耳環 我以前也很愛戴 所以一個小男生 就跟他媽媽講這個事情 媽媽實在覺得這太詭異了 好 那你連名字都講出來了 location也有了 就是芝加哥 然後死於一個大火 在一個飯店裡面 媽媽心想說好吧 五歲他講的話 我應該要相信 兩歲我認為他是隨便亂講 他就去google 結果不查還好 一查不得了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 就真的有一個黑人女性 叫帕梅拉 然後呢 他就是死於一場大火當中 那他媽媽當然 因為那個那個飯店的大火 是奪走十九個人的性命 帕梅拉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他媽媽就覺得 我們為了以遭公信 還是要跟他講 紐約時報寫的是 他是在芝加哥的帕克斯頓酒店 大家也可以去查 到底有沒有這個大火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 連酒店名稱都出來了 那當然這個報導裡面 沒有寫到盧克有沒有 盧克有沒有跟他媽媽說 酒店的名字 他只是跟他講 他在飯店被燒死的這樣 這樣子就已經夠不可思議了吧 那當地這個新聞 那個紐約時報報導出來之後 就有他們當地的 二太二州的電視臺 那當然這個電視臺 他主要就是講說 他是超自然節目 就邀請他們母子一起上 那就這個媽媽的說法 就是說媽媽說 他當然從新聞裡面 知道了這個帕梅拉長得什麼樣子 黑人 女性嘛 可是他的小孩是完全沒有看過的 那這個節目當中的陳述 就說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到底他是不是前世 是不是帕梅拉 他就拿了很多黑人 女性的照片 十幾二十張 就是說你可以清楚指出 哪一個是你嗎 那有什麼問題 他就很像大人般一樣 這個就是我 那果然他點的那個人 就是帕梅拉 所以現場的人都覺得 哇 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他媽媽 那個就是我有特別去 去Google一下這個新聞 其實他是有另外一個報導 就是他們去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媽媽 那個主持人還說 你可以以上帝的這個知名 然後來告訴大家 你接下來講的都是實話嗎 他說我有一點發誓的味道 對對對 我以上帝的名義這樣子 因為他也很想知道他兒子 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就讓現場所有的觀眾嘖嘖稱奇 我也不怕 因為我信奉的是佛教 或是他是無神論這樣 OK 所以那他們的興趣都一樣 對 然後因為再來就是說 因為在那個訪談過程當中 也有講到說 因為這個帕梅拉 他很喜歡那個史蒂布 翁達 就是一個盲人歌手 有沒有 那沒想到他的兒子也喜歡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通常是像我們小時候 媽媽作家是放鄧麗君 鳳飛飛我們就跟著聽 但是他媽媽說我根本完全不喜歡 你知道嗎 那而且他說一個更神奇的地方 他從來沒有教他小孩彈電子琴 可是他五歲的兒子 卻可以彈電子琴 現場節目就彈給大家看 正巧這個帕梅拉 他以前就是一個教電子琴的老師 所以你想想看一個五歲的小孩 然後興趣 而且專長都跟這個死去的黑人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說 他的前世真的是帕梅拉 好 這是紐約時報的報導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小毛老師 就是說他的這個喜好 就前世的喜好 他熱愛彈奏電子琴 他喜歡聽這個 汪達的歌 這個是真的會 也會帶來這輩子 因為我們從前世到今生來 都是帶著過去沒有完成的功課來 那會有一些模式 一種可能是譬如說完全一模一樣的 另外一種是完全相反 那像大部分像這種神童 或說可能大家現在很知道 有個那個四歲小神童 他才 他兩歲開始學琴 四歲就可以彈大黃蜂的這種 那可能一般大人都要練個大概六年吧 以上才有可能去學會 這個曲子的 然後他就非常厲害 那這種其實都是上輩子 他可能已經是情詩 可能是他過去就有這樣的一個歷練 所以他就帶來這輩子 然後把他的才藝帶來 那當然也會有人是完全相反 就是他明明以前都很會的事情 這輩子怎麼好像就是什麼都不會 怎麼都忘記了 也會有這樣 所以不一定 對 他可能是因為有一些創傷 所以他避免去碰觸這些事情 去挖到他的創傷 會有這樣的狀態 那可以說上一輩子的迪志偉 很喜歡上節目嗎 上一輩子 所以這輩子繼續 也繼續愛上節目 有可能是上輩子 可能也許是類似 可能是很 可能也許是政治家 或者說也許是當官 很愛說話 很容易說話 也很懂得分析時事 那也很有可能這輩子 在做一樣很類似的工作 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是前世今生的解讀師 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去看看 你自己的前世今生 因為一般老師其實看 看自己的時候 會帶有一些BIOS 就是會帶一些騙貨 對 那其實我也是會 但是我會可以繞著 我四周圍的人 可能譬如說我可以看著 我的男朋友 去看我們的前世 看我的閨蜜 那像我之前就是有閨蜜 就是像是這樣的狀況 對 就是在過去日本的時代的時候 就是在竹立義滿 那個時代是個公主 然後以前就是會有 竹立義滿 就是他們的也算是一個幕府時代 對 很早期的 而且是在臺灣 幾百年前吧 對 都是臺灣不知名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德川家康這一類 但是竹立義滿 真的是很少人知道 就在那個時代 對 然後他就是類似就是像 就是我們的佛堂裡面的一個祭祀人員 然後他永遠都是穿那種白袍 對不起 曹爾旺 日本的幕府有三個時期 比較近的就德川家康 那德川家康大概在一六零零年 左右 十七世紀 那接下來就是竹立義滿 之前是元代曹 當然他是有有這個幾個幕府時代 所以你知道大約知道竹立義滿 大概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對 大概知道 也會看到周圍的可能一些名字啦 或是有些人在叫的時候 你會聽得到那個名字 你會知道那個朝代大概是什麼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類似我的閨蜜 在那個時代 他就是在佛堂的就是穿著白袍的那女 像女生 他就是負責侍奉就是這些皇家的這些人員 你可能有一些要祭祀的時候 他會領著你去做這些祭祀的儀式 然後當然就是在你生跟你死的時候 都會有儀式 那他就是在我那一生的時候 就是我過世的時候 幫我蓋上白布 然後跪在旁邊面巾的那一個 對 然後後來有幾次也是很類似的狀況 對 然後後來我在這次碰到他的時候 也是經過朋友介紹 然後我後來就知道他真的他的工作就是 他是嫁到日本去嘛 然後再嫁日本跟我們的 在臺灣的這個宗教觀念 已經不太一樣 可是他在日本也是一樣 在佛寺裡面 然後就幫日本的師傅翻譯佛經 然後就是翻譯佛經給臺灣人聽 然後也都是在做這樣的工作 而且他是吃全素的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是穿著白色衣服 所以很有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有個閨蜜 對 那個閨蜜就是你在前世的時候 你走的時候幫你蓋白布那一個 對 那那時候你走的時候 你是 你是什麼樣的身分 那個時候是竹力藝滿的一個女兒 你是竹力藝滿的女兒 熊槓 我有查過啦 但是就是 將軍的女兒 很久以前 幕府耶 對 你要知道 將軍是 鎮鎮大哥 鎮大哥很少跳這麼遠 補得了 對 你說 日本的天皇其實是被架空的 因為 就是說他們是武士嘛 對 武士王朝才會產生將軍 所以天皇是被架空的 所以將軍是實際上有實權的人 對 將軍的女兒啊 還得了 哎呀 實際 實際 因為我還真的有去搜尋 因為竹力藝滿他的就是 譜還蠻大的 祖譜還蠻大的 好像是某一個 好像是第二個老婆的一個女兒之類的 還是有名字的 連譜上這種名字 可是他們都會寫什麼誓章而已 不會有權名 對 你 竹力藝滿的女兒 就竹竹把我們嚇壞 對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